被譽為世界超級工程的森中通道 在2023年全線貫通 預計今年6月通車 我們最近就獲准去到大橋近距離採訪 森中通道北面距離虎門大橋30公里 南面距離港珠澳大橋31公里 通道全長24公里 雙向8線行車 由深圳廣深沿江高速 向西爾跨越珠江口 以6.8公里的海底隧道穿越機場支航道 經過西人公島約出海面 進入零丁羊大橋和中山大橋 最後就在中山市馬鞍島登陸 由深圳到中山 將由目前兜遠路的兩個鐘頭 縮短去到30分鐘 森中通道的建設包覽十項世界之最 隧道內還隱藏著很多高科技的元素 不但有攝像機 雙波場 火焰探測器 北斗衛星信號模擬設備 還有14台巡檢機器人等智能化神器 智能巡檢的一個機器人 相當於是隧道裡的一個巡邏兵 每一公里就有一個機器人 可以保證他基本上在三分鐘以內 就能夠到達定期處置的地點 直接通過機器人進行一個通話對講 對現場的私診人員提供一些幫助 還好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